祖克白透露,马斯克还私下邀请他到自家后院先进行一次练习比赛 对于马斯克的这种态度,祖克白显然不满 他在8月13日与社群平台Zreads发文 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马斯克可能根本没打算正式与他对决 有着科技界巨部支撑的META创办人祖克白 与全球首富TESLA与SpaceX的掌发马斯克 原本打算在罗马竞技场展开史无前例的慈善格斗赛 这场盛大的活动似乎一再被搁置 今年6月30日,这两位企业家决定要有一场格斗对决 当时META在推特上暗示比赛地点可能是意大利罗马的古老竞技场 这场赛事早已吸引了全球粉丝的期待 毕竟这两位不仅是商业领域的对手 还有助各自坚持的理念与价值观 但不久后,马斯克突然宣布 以取得意大利总理和文化部长的同意 将在古罗马风格的史诗级地点进行这场古早风格的比赛 更强调比赛中将完全不采用现代元素 意味著这确实会是一场古早味十足的对决 更让人赞叹的是 他宣布直播所得的收入将全数捐给美国退伍军人团体 然而,虽然大家都非常期待这场比赛 马斯克的确定日期似乎遥遥无期 他曾表示最快愿意在14日就进行格斗 却从未对祖克白提议的8月26日给予确认回应 更令人意外的是 祖克白透露 马斯克还私下邀请他到自家后院先进行一次练习比赛 对于马斯克的这种态度 祖克白显然不满 他在8月13日与社群平台Zreads发文 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马斯克可能根本没打算正式与他对决 而是想透过这样的戏剧来取悦粉丝 祖克白甚至表示 如果马斯克继续这样拖延 我就不会再理他了 我会专注在跟其他真正想要格斗的人比赛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马斯克会被揍爆吧 祖克白有在练的哪 我猜马斯克会被打爆 祖克白很猛哀 确定吗 马斯克是不是不敢打 从祖克白的练习影片里 看得出来马斯克胜算不大 好想赶快看到他们互打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你好好好好好我好好好